大家好,我是冬美斯老师 就是我们积极下了两天大雪 这雪下了一死多后 这下雪我们也是走不出来 这道啊,刚用铲车推开 说我们赶紧上路场来看看 看看路场啊,什么情况 这北方啊,就怕下雪 这一下雪啊,这养殖业啊,就遭罪了 这是因为动物啊,这是活物啊,就得喂啊 什么天都没喂,天着天 这外面现在还飘得起个雪 这零下,现在零下十几度 马上就要零下二十个度了 这我们北方啊,一到这个机也都猫洞了 为啥猫洞了 大家一会儿随着我镜头来看 走,进入铲去看 不用铲车啊 这不退啊 这没法进车啊,进不来了 刚外头大风,呜呜呜呜的 我们看到这路隽里的小路怎么样 看这雪 哎呀 这老呗,山上捞着着树叶的微露啊 这都是刚说山上抓了小路 这小路啊,这冬天呢,也换毛 换的就没有夏天好看 这路啊,是不怕冷,耐寒 看这些小家伙儿 这家伙儿你看看怕人嘛 不太怕人 只不过他天下 那就是不是那么太怕人 你看看别的路怎么样 从前的雪啊 现在也清不过来 先把院雪清出来了 从前的路,别跑 路啊,什么时候都得喂啊 天冷也得喂 这活物啊,就不管什么天都得喂 可是风多大 这摄原来摄天底的风 也得干活啊 这两天咋过的啊 哪有过 哪里来不了啊 就得把你们弄这儿的 这路说得加料了 这天哪 这个那个精尿就夹了 这好天哪 这背的料啊 这不背的料 这路都挨饿了 所以说这料 鱼的背头 这些路有倦 都要进去趟里面了 这路不怕人哪 这路平时都不想动 今天随便动 今天都随便摸了 哎呀,看这路 平时的路啊 早点堵的 今天下拉雪 这一路没有跑 今天呢就是由一路上探天哪 有两圈路没有棚的 哈 潮都过翻了 这两圈都没有棚 所以说这路啊就遭罪了 但是路这种东西吧 不怕寒冷也不怕风雪 平时都在山上放痒 所以说山上已经根本也没有什么棚了 这山上能满山遍野的跑 过一段时间 这也都上山了 开始放在山上 那这小路 122哈 这小路多好 这个是02几 025 这都不怕人 你看这公路照着一样瘦的 水塘尿库 我们这路啊 倒是不缺吃的 死掉了 被子足 你看这路 在这都不怕人 也都不躲我了 这路咋子给点特殊照顾 这是从山上抓到的路秀 就得放在有屋的地方 似乎咱都在清洗 不清洗 没有 进车进不来了 哎呀 这些玩意倒挺精神的 你看这路多大 这一到这季节也遭罪了 你们怎么样 你们倒都挺精神的 这一下雪路就不怕人 这什么原因呢 来 摸摸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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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摸一摸 来 这平时咋能摸着啊 能靠前啊 你看 来摸摸摸 来摸摸 好 来 哎呀 真乖 好 平时这也不让动 这个人能让动了 这什么原因呢 一会儿问问是要人 哈哈 这道还没清开呢 哎呀 这就是一袋一袋子备好了 今天这路都不怕人了 到什么时候这路不难用了 管它下不下雪呢 管它下不下雪呢 来摸摸摸 来 过来 哎呀 你跑什么 这都不学吃的 行了 这四两袋都挺忽略的 路住院吃的忽略的 这是我们的体现备好了 东北呀 注意农忙 为什么忙啊 就是为了整个冬天打算 我就老话说人吃马胃的 就为了冬天准备 我们冬天的备熟菜 生熟啊 备草料 或者备活 牛羊也一样 都在备草料 也不备草料啊 它这个体验啊 它没啥吃的 它给大家做 你看 人家的备草料 挺大年了 就一家人这么扛啊 就说是拉 就去拉上去 这就给扛了 不能备活吃 还不能让他饿了 这天造醉了 造醉 带不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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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来啊 这家伙子 这路上还咬了几头牛 喂 吃 这是山山放了几个牛啊 放在路场里 还看在那个草场 再加一样 牛蒙了 一顿都给叮回来了 叮回来还得备药 真是没办法 这个这个 这个料挺好啊 嗯 这个料打挺好啊 还挺干净的 还用钻吗 自己带不开 还不再去拉 大哥 那哪个是 看个路啊 平时这路啊 老远多数人 这一下雪天哪 这路啊也不躲人 他也知道 这是来关心他 来看看看看他 也打仗 不行打仗 哈哈 也打仗 一个心里一顿 往北方啊 这一下大雪啊 这个活就不好干了 你看这现在就是 饲养员呢 活也就增加了 北方啊 这个养殖啊 男就男在这儿 就怕下大雪 这一下大雪啊 摔下青子了 我们你看开车 雪天根本来不了 这道啊 就靠铲车推开之后 我们才能过路场 看看这路场 整个隔离了 下大雪这两天 就说摄药员 在这个路场 就不管什么天 因为它是活物啊 我就得喂 不能这样饿了 呃 说北方 一到冬天猫灯 啥叫猫灯 这就是啥也干不了啊 一个是天冷 一个下雪 住行不方便 你也怎么去 为什么说东北啊 一到冬天 就是坐看头 喝小酒 这就是这个这个原因 好了 今天呢 这是下大雪到路场了 看看这个养殖这一块 呃 怎么样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